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赢了日本选手锦标赛之后 到现在已经有两年了 但还好自己一直都有坚持 今年年头或去年年底的话 有更多的时间花在于练习 包括我觉得更关键的话 还是感谢家里面的人的一个支持 包括因为以往的话比赛太多了 连续有十多年 每年都三十多场比赛的一个强度的话 可以说在自己心里面的话 有一点却是在时间上少了陪家里人 所以在今年年头或去年年底的话 也花了相关的一些部分 就是来分享一下家庭的一个快乐 反而样子在整个人都有一个 比较放松的那种状态 所以包括这次的话能赢得比赛 跟这个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确实是因为一个家庭 大家分工也不一样 家里面的事情也是蛮多的 这也是十分感谢太太的一个勤劳 以及给我一个安心在外面比赛 感谢 中国高速球怎么说呢 还是发展的比较晚 这个高速球运动 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也很荣幸能跟着中国高速球起成长 对我来说的话 我也是希望能努力往前多走远一点 也希望就是说通过自己不算不断的实现那个就是更好的一些成绩或制的一些梦想能希望带给更多的一些年轻的选手的一些启发吧 不过现在也是挺感谢协会的大力支持 推动整个运动的一个发展 像在今年的话我们也有就是中国巡迷赛 包括也十分高兴的能看到亚巡赛 再回到中国来 大家协同一起给更多的选手打造更好的一个平台 相信在未来也有很多年轻的选手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能搭向就走向国际舞台上面去 很好的一个平台或很好的一个机会的一个来临吧 大家能看得到的话 张大哥还有我都是从亚巡赛成长起来的 我是从01年开始打亚巡赛 可能之前在业余赛已经接触了 在07年的话我并夺得亚巡赛的总冠军 对我来说这个成长是缺少不了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也借着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能往国际舞台更能多就是踏出国门走向国际打出更好的一个成绩